關卡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莎莎首作 我是莎莎 哈囉大家好 我是蘇蘇 今天是一個 所以才在我們家 對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籌備了 大概半年左右 嗯 我聽妳跟我講的消息 現在已經過了超久 但是從那個 就是開始決定要做這件事情之後 然後到現在為止準備大概兩個月 就要上戰場了 就是我決定今年要參加文博會 我真的很勇敢 然後今年的文博會是在台南 那剛好 對 在那個大會展中心 就是之前藍展那邊 所以離高鐵站很近 大家就可以一下高鐵站走路 就可以到會場了 然後這一次的主題呢 我就是結合了家裡的貓咪 跟朋友的貓咪一起 然後弄了一個飲料店的主題 叫豆貓貓茶 好可愛喔 然後今天呢 我就是要來發表的新品們 跟翠翠一起開箱 然後這個就是他這次的主題 算是主視覺 然後橘色的貓咪呢 叫毛豆 然後恢虎般叫黑豆 就剛好都是豆類 所以他們組合的團體名稱 就是叫豆萌萌 然後這次重點的新品 我先給你看 就一樣 就是我覺得最引以為傲的 就是也是我包最久的 這是什麼 總共有八款 這個就是我 這每個不一樣嗎 對 每個不一樣 我現在這個貼紙還在游泳 茶包貼紙 好可愛耶 它每個都是真正的茶包下去做的 然後我當副嫂的廠商找很久 因為很多廠商都是那種 一款就要五六千個 沒有辦法讓我分八款 然後每一款平均分配這樣 所以這次的八個樣子呢 就是裡面打開是真的有茶包 然後茶包裡面就是裝貼紙 你可以 這什麼書好帥 才一包看看 然後它每一包裡面有二十張 有五種圖案 每一款各四張 好 我們看一下喔 他們用方法撕開茶包貼紙 好 哦 怎麼這麼可愛 哦 它打開是一個真的茶包袋 對 就是一個真的拿茶包袋 然後把貼紙拿去裝 然後再縫起來 很讚 真的好可愛 我就每天睜開眼睛就包這些貼紙 然後睡覺 吃飯然後包貼紙睡覺 然後這樣的循環 所以這個我就可以直接撕開 對 你可以從那個茶包的開口 黏著這邊直接這樣子撕開就可以了 你說Meg裡面有多少張 Meg裡面有二十張 很有誠意吧 還好算吧 哦 而且這個紙是很高級的紙耶 有一點紋路的紙 不是一般的亮面貼紙耶 後來這個成本很高耶 這邊的成本大概就是 總而言之是很高 我想說身外文具控貼紙 覺得不能漏氣吧 哦 天啊 這好精緻喔 然後它每一支都有一個 它專屬的飲料名稱 像你現在開的這個就是 伯爵紅豆鮮奶豆腐飲 對 因為它每一個要結合一個豆類 哦 所以我就在想說 有什麼是豆類可以做成的飲料 哦 這好可愛喔 對 超可愛的 它每一包都不一樣 然後每一包大家都可以給它打開 嗯 其他的就留給去現場買的人的驚喜 哇 你這個關我想 然後你在那邊包我就覺得 頭很痛 接下來是這個 貓獎切割墊 這個也是我一個非常引以為要的作品 我覺得就是很想拿到 這好像你會拿東西啊 我想說我都沒有一個就是 看到什麼心仪的然後又很好用 然後又是可以擺拍可以幹嘛的 一個算小廢物嗎 但是我覺得它沒有很廢啊 我覺得它蠻好的 因為它可以當池 你可以打開一個看看 好開一個 它可以當池 然後也可以當就是 例如說 我想像中的使用情境是 我小要做那種美好作業 然後可能會要割一些很小小的地方 它就可以伸進去那個盒子裡 然後單割單層 不會割到下面那一張 例如說挖一個純籤頭的洞 確實很少有這種很小型的切割墊 讓你只是去局部切的時候 我就是 每次要割那個兩層的東西 我就會很煩 那我說我下面要墊什麼 才不會割到下面那一張紙 但是有這個你就可以伸進去 對就可以伸進去 真的要真的有在用 就是很常在做手作人 才會Gate到的一些 沒錯啦 細節 這好可愛喔 就算沒有常做手作的人 應該也會喜歡的 會這可以放 而且它很小 它還可以折起來 對它可以放進去鉛筆合理 這個是透明的版本 我兩個都可以拆嗎 可以呀 這個是黑白雪 我會買這個我會買 這個就是超可愛的 你這個會留給我吧 沒有這兩個就是送你的吧 超可愛的 它透明的好好看喔 就例如說做手杖的時候 不是有很多紙膠袋 對 然後有時候那個圖案 你可以就是整條貼上去 然後用筆刀把一個圖案割下來 對 就不用就是 還要再貼那個什麼離型紙 然後它要剪 直接貼上去 然後就是割就可以挑 雖然我個人是聽沒有很懂 但我覺得切起來很厲害 你看看這個顏色 光是這個手杖 就應該要買了吧 嗯 你看這個 哇 你看那一側 哇 這個手啊 好可愛喔 哎呀 我打出來說 對我想說之後這一款出完 就會出下一個花色 所以這一款賣完就會 算是先絕版 我想說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開 就是在下一個 可能全部都輪完之後 才會再加開或輪回來 嗯 但至少是這一次賣完之後 就暫時不會有 先出了一個山花美女版 對 我私心也很愛山花了 所以想說先出山花 好的 真的好棒喔 對 真的很棒 我也好喜歡 對啊 好喜歡配舞喔 他不廢的 他不廢 身為一個現在不太用癡的人 他對我來說有一點點小便 但是很值得 他可以讓美夢帶去上學 喔對 他一定會很需要 可能是全學小學裡面 就是大家注目的焦點 他會變成孩子王 真的 真的好棒喔 接下來是贈品的部分 首先是 只要有買東西就可以 隨機獲得一個 小小的超級迷你印章 這個迷之微笑是什麼意思 這個很廢 但莫名的沒有吸引力 這個很棒 我自己很喜歡 因為這個東西我自己很喜歡 但你絕對在外面找不到 對 絕對找不到 我是幼稚園老師 會蓋個棒或什麼之類的 對他會蓋姓名 不是有直的跟橫的 然後一塊一塊的那個嗎 他就是做單字 然後就是那個 一模一樣的 好可愛喔 一個是喵 一個是貓 一個是貓 一個是豹 但其實我本來只要做 喵跟豹 然後 但是那個廠商送來的時候 一開始第一批 他把喵做成貓了 他一定覺得你打錯字 我想說 我還直接回去給他看說 不對啊 我是做喵欸 我確定了好幾次 然後我就說 不然你只在做一批好了 所以大家贈品就多加一個貓 嗯 所以大家會隨機拿到其中一個 對不對 只要有消費就可以獲得一個 這就是也是可以 放在鉛筆盒裡面啊 對啊 想說你在手帳裡 就是需要這個 超級小字的印章 墨鼻鏡 好可愛耶 好可愛喔 很可愛 但是很墨鼻 但你可以想像說 他乾很多個的樣子 對啊 我就想說 就是要有那個 喵喵喵喵喵 然後泡泡泡泡泡泡 之類的 你可以先在中間貼一張這個貼紙 然後你就是要附近 對啊 我就是想說 他的使用情境就一定要長這樣 對 在中間有那隻貓 然後你在旁邊就覺得那隻貓很翹 對 沒錯 又會畫一個對話碰到花蓋 嗯 好可愛喔 真的不錯 我覺得這個也很適合 這只有買 買東西就是送一個 反正是隨機送的 這個送的 我覺得可以夾夾工 可能 塑料沒有辦法到家 加工 反正大家就是要貨 因為每天大概有配一些量 喔 所以就是提早來就可以優先拿到的 對 就是保證可以用 好 可以為了這個早點去 吃吃吃吃 我想說如果後幾天來的 都沒有就是有點不太好意思 所以每天就是有配額 不錯不錯 又飛又可愛 他不飛 好可憐 沒關係 你不用勉強自己說 你自己說他不飛 醬醬 最後一個馬兒 真的是馬五百塊 就送一個 必吃北施手寫貼紙 所以這上面全部都是你認為台南必吃的東西 我覺得我應該沒有什麼漏掉了 應該吧 我看一下喔 有上面漏了一個我的敵人 豆瓜茶 但是豆瓜茶是不是沒有那麼台南 好像是豆瓜 我就想說豆瓜茶好像很多地方都有 都有 他特產好像不是在台南 欸番茄切盤我第一次吃確實是在台南欸 對他就是沾醬油 對對對 這個還酷的 喔這個不錯 還有一個是那個綜合腥味 綜合腥味是什麼 就是只有在台南波哥才有的 一個特殊的一條 波哥也只有台南油啊 對就跟台中的那個 拿斷說的那個什麼 青草 秋水茶 對對對 跟那個 一樣的感覺 喔 這個很適合用來寫日記 或寫手帳的時候 對我就想說大家來談談玩 你可以把東西都吃過一輪吧 如果沒有就下次再來 對就表示你上面還有一些重要 該吃的東西沒吃到 那我沒有特別嫌出是哪一個店家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探店 然後再把喜歡的東西寫到手帳裡面 這個不錯這個也不錯 這個也很肥 但是也不錯 他沒有問題 他很肥 然後你可以出各縣市的欸 這個也蠻好的 就是每個縣市都可以有一張 但是就是要有那個 大家幫我蒐集一些名單 這個也很酷 因為畢竟我在台南生活比較久 可能比較知道大概有什麼有寫到 什麼都沒有 都是你自己真心喜歡的食物 推薦給大家的對不對 也是沒有 不是要真心喜歡 太多了嗎 太多 像我認得北糖粿蝦餅 然後還有扇魚翼麵小卷米粉 我都非常的認同 這些就是我知道台南有 但我沒有愛吃東西 登登 下一個是這個 一份小卡片材料包 這個算是我在影片中有拍過 用紙 就是從零開始做 然後大家反應很好 然後敲碗出來的材料包 這次終於在文國會把它做出來了 那個包裝 欸你包裝都有在這個咖啡廳的主題裡面 真的 我就是想說 這個就是咖啡廳可能配個點心或餅乾之類的 對對對 可愛喔 它裡面是一個這樣 其實是有點厚度的卡紙 然後有壓好到我 然後呢 這個一包裡面有五小張 我有先示範了一個 它是可以在裡面 就是像一般想抽卡那樣子 你可以自訂內容跟主題 就是你寫字 對啊 我都以為是印刷 沒有 它是空白的 然後你可以自己寫上 什麼鬼之美之 然後你可以設定 例如說 它的那個 一包裡面有五張 然後可能就ABCDE 對 五賞 然後你就可以在 就是可能前一節生日 或是什麼 這種大節日的時候 送給你爸 讓對方抽 然後說 欸這次的禮物是什麼 例如說有日本機票 有大餐 有什麼的 然後就可以五選一 儀式感 儀式感MAX 我從來沒想過 要給另外一包這些驚喜 然後因為這個 我覺得 它就是要有一個 可以貼貼紙或自己創作的地方 所以旁邊我就留了一個 藍色的小空間 給大家可以 就是 蓋印章或 一些悄悄畫或什麼的 對 或是可以貼照片 這樣撕開來就是一個 那個 小卡片的感覺 對 哇 然後我們就先用這個 來示範一張 然後等一下把它黏起來 然後實際撕一張 給大家看 可以貼剛剛的貼紙 好 所以我現在要把它 可以貼一張在這邊 我喜歡這個咖啡唄 然後把喜歡的照片 或是圖案 貼在藍色框框裡 可愛唷 然後我們 接下來就是在這三邊 這個曲線外面 貼雙面膠或 塗白膠 然後對折貼上去 然後對折貼上去 然後上面的這邊 還是可以自己裝飾 就這樣子 是不是很有儀式感 我覺得體驗不錯 撕開來的那個感覺很棒 對很像在小時候在抽抽樂 還是什麼的那個感覺 對 那這個 你會這個 另一半時候都應該會小開心吧 我覺得有點像 許願的感覺 對 它可以把它的願望 讓你可能 就是 不經意說的什麼話 然後就寫進去 然後到時候就抽一個 這樣子 真的有機票一張 對 對 你們可以一起去吃 好 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索羅文博會的新品開箱 我覺得都各有各的費 但各有各值的刷 沒有 沒有費 然後現場呢 還會有一些 比較以前出貨的商品 像是材料包 然後明信片 等等 比較以前有開貨賣過的東西 會帶到現場 歡迎大家 8月26號到9月1號時候到台南來玩 一定要去文博會找瑟瑟 那今天影片呢 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拜拜 拜拜 這個啦 這個好讚喔 其實每一個東西都有蠻多小巧思的耶 對啊 我就想說 就是不可以 第一次參賽的時候 就是無聊的東西 對 因為我個人也是喜歡開一些 就是很有趣的東西 這是你的那個 競爭心態作費 對 想贏的心態 沒有想要輸給隔壁他的意思 對 因為想說 那個就是每個 如果是那個 比較有趣的文具 我來找你開的 都是一些 就是很值得開的 就例如說有一些 就是機關啊 什麼的 對 不會是比較很普通的 就可能印章啊 貼紙就是直接這樣子出現 欸說實在我買那麼多文具 到現在沒有看過 一樣的東西